蒋欣和刘涛因拍戏结缘成了好闺蜜 之前就曾在节目上花式互夸 还动不动就玩亲亲 欢乐松二开播 刘涛说自己年前给蒋欣庆生 送了999朵玫瑰 两个人在现场一度哽咽 刘涛还说这种感情 他懂我也懂就好了 然而当初网上爆出人妻陪睡门事件时 蒋欣凌晨发泊被指帮倒忙插刀刘涛 此后两人关系也渐渐变得微妙 去年八杀慈善晚会时 欢乐送五美同台唱歌 蒋欣几次看过去都被刘涛无视了 两人全程零交流 就连大和影时也是隔开站的 前几天飞天讲 侯洪亮带着刘涛蒋一起走红毯 蒋欣一路走很快 刘涛却在后面跟粉丝开心互动 和影时蒋欣让出位置 想让刘涛站中间 刘涛却静止走到了一边 连看都没看蒋欣 最后的和影就变成了两人 分别站在侯洪亮两侧 简直堪称史上最尴尬通框啊 今日有媒体爆出歌手总导演洪涛申请离职并已获批 本季所有节目录制结束后将正式离开湖南卫视 歌手下一季也极有可能停播 歌手开播至今已经到了第六季 本季开播之初 网友对首发阵容并不满意 还调侃说是史上最弱的一切 对于没能请来大家期待的那些歌手 红涛在节目录制时当场落泪 称自己已经紧厉了 日前红涛更新微博用了初心永继四个字 结合他的上一条微博内容 能做这样的节目是人生的幸运 也许再也没有了珍惜 一次侧面证实了此消息 而此后湖南卫视总编室副主任汤吉安 在个人微博上发文 却似乎是在立正洪涛不会离开 给粉丝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没想过 我觉得应该轻轻松松踏实的舞台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季感慨特别多 这一季感慨特别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